Hello 大家好 我是Deva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是不是很久沒有去旅行呢 是不是很掛念台灣的美食呢 今天為大家帶來一間 又正宗又地道的台灣餐廳 不知道你有沒有讀它的名字呢 它就是老醋鞭 大家快點跟我進來試試吧 看我面試這個是花雕醉雞 嗯 很香就香味 還有看看 淡淡肉沒有骨 這個雞很彈 老闆說這個醉雞卷浸在當歸杞子 花雕醉裡面 足足一晚 難怪這麼入味 這個是捐穿紅燒牛肉麵 這個湯是用了七至八種藥材 和牛筒骨去熬製的 藥材味很重 只有淡淡的牛香味 超級吸引 這個是牛腱肉來的 大家看看它的筋和肉的給你 剛剛好 超級軟 嗯 很好吃 這個是滷肉飯來的 很多人會把肉醋飯和滷肉飯拌亂 但滷肉飯是用五花腩去做的 而滷醋邊的滷肉飯汁 是加了豬皮的 所以吃起來特別有膠質 吃起來很黏口 肉還很濃 加上這杯粒粒紅豆鮮辣 真的好像退了台灣 讓我介紹兩本台灣地道小食給大家 成功 fund 超濃烏糊蘑伊蛋餅 他們的呼 Spruit cuz 沉完 also 加上芝士 會有拉絲效果 這款小吃的味道很配合 胡來甜甜的 芝士鹹鹹的 口感還很軟綿綿 這款是薯餅氣絲蛋餅 他們的薯餅是馬上炸的 口感很澎湃 加上蛋餅醬的味道很有層次 很想再吃一塊 這碟是可樂炸物屁盤 上面有鹽酥雞 花枝丸 四季豆 玉米筍 魷魚和甜不辣 一次過吃了這麼多東西 真是很划算 我先嘗嘗鹽酥雞 雞外脆樂圓一點都不老 味道全都是自己調整自己的葉 跟外面不一樣的 這位是大腸麵線 水味大腸全部都老過 如果湯都用了蝦皮 煎魚 炸和蔥頭 最後加了芫荽 烏梅醋 和蒜水 讓我嘗嘗 酥味味很開胃啊 麵線特別一點 他們用了台灣直送的紅麵線 嗯 口感很彈 和台灣的一樣 為大家介紹了這麼多款味道 你又最喜歡哪款呢 我就每樣都喜歡了 因為吃的是簡單有幸福的味道 快點帶多些朋友來分享一下吧 路燥邊地址 大角咀阿華街92號地下 電話2666-5226 想來的朋友可以在 港鐵奧運站B出口 九巴66號X 31號B 32號奧運站 3號來頭 3號動革 5號 拼乏 5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